第一件事就要講一下王毅 他去了菲律賓跟邦邦Marcos 見面 當然邦邦Marcos 剛剛就做了菲律賓的總統 而中國跟菲律賓一直都有海上分歧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強調了 中非合作是遠遠超越海上分歧 不能讓這些具體分歧定義兩國的關係 不能夠用個別爭議去干擾兩國的合作 雙方應該加強對話溝通 妥善處理敏感問題 令到海洋合作成為雙方討論處理海上事務的主要基調 王毅亦說中非關係就在新的起點上 中方願意和非方堅持兩國友好合作這個大方向 開創兩國關係新的黃金時代 開展大農業、大基建、大能源、大人民 這四個重點領域的合作 邦邦Marcos 這個小馬赫斯就說 菲律賓奉行和平獨立外交理念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南海問題就不是非中關係的主流 就不應該限制和妨礙雙方合作 非方就願意和中方坦誠交流 找到友好解決的辦法 王毅還見了菲律賓副總統沙拉 國家安全顧問卡洛斯和外長馬納羅 一起開會和出席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 內地消息是中宣部國家衛健委部署開始 2022年最美醫生學習宣傳運動 另外國家網信辦相關負責人說 中國數字經濟規模超過45萬億元 穩居世界第二位 另外國家體育總局教育部和國家法改委 之前發了一個通知 引導支持體育學校 體育俱樂部這些專業力量進入校園 開展課後體育服務 促進雙減政策落實處 現在的情況是補習就不可以了 放學就可以玩玩玩玩足球 玩玩玩網球也應該可以 水利部門的消息 就是昨天的中午開始 黃河防汐抗旱總指揮部啟動 黃河下游防汐四級應急響營 這些跟昨天我們說過的降水量比較高 都是有關係的 另外就是最高法 就發佈保護勞動者合法 權益類指導性的案例 詳細的資料我們現在就不說了 就是這件事 有機會的話就會告訴大家 因為它的案例也挺有趣的 由180號到185號都是比較有趣的 它發佈了還有一個案例是179號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179號的 是很值得關注的 其他那些可以和大家 遲些有機會分享 另外呢 這個就是看到我也害怕的 就是現在內地的新增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是112例 本土無症狀是241例 北京就新增3例是隔離觀察人員 另外 就是反京的政策就出現了重大的調整 這個稍後會說 講到上海就是社會面新增 就是本土確診兩宗這個病例 安徽就新增確診病例81宗 沒有新增疑似病例 新增無症狀感染者是141例 那麼北京那套反京政策的調整是怎樣的呢 這個就是他們市維健委新聞發言人 副主任李昂說的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 公佈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9版 這個版本的防控方案 是總結了疫情防控的經驗 鞏固離枝不移的防控成果 科學精準高效做好疫情防控的重要舉措 為了落實第9版防控方案 北京就按照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就應該管的就堅決要管 應該落實的就堅決落實這個總體要求 就避免層層加碼防控過渡 同時考慮首都實際和適度重驗 科學精準的要求結合 Omicron變異株的特性和北京市的防控經驗 對首都防控政策措施 就做了一系列的調整 第一就是優化進返經的政策 保障人員正常來往 在14天內有一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 所在院市區期 旅居市的人員就嚴格限制進返經 調整七天內有該區域旅居市人員 嚴格限制進返經 對有一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 所在地級市其他院人員 綠路邊境口岸所在院人員 不再限制進返經 同時按照防控為主 統籌兼顧穩妥有序逐步推進的原則 分批有序恢復直航北京國際商業客運航班 有些事情會放寬 其實看起來就是 看起來就是 另外就是北京多了一個政策 就是進入聚集場所的人員 就一定要接種疫苗才行 其實這個政策在香港做了 在餐廳那些是做得好的 現在都是奪安心出行 但是除了餐廳之外的聚集場所 包括購物中心那些 這件事是做得比較差一些 我們有些網友說 我們的網友就奪安心出行 但是沒有人理會的 情況就是這樣 超級市場又奪 進去又奪 但是好像被人覺得是異類 看到也勸勸大家 寧願被人覺得是異類也好 盡回自己的責任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盡量盡回自己的責任 北京那裡他們一線疫情防空 醫療、衛生、社區、志願者、交通、家政、家裝、外賣、快遞、公共服務 和城市運行保障人員和參加重要會議的人員 原則上是要全程接種 以及加強免疫接種 所以有一大堆人都一定要接種疫苗 嚴格來說 其實之前是發佈了 6月5日的時候發佈了 現在就會從嚴執執行 在北京 另外 參加北京市團隊旅遊的人員 也要完成全程接種 或者加強免疫接種 還有入住 第三 這個就是入住軍優所 療養院、養老院、養老院、養老疫站場所裡的老人 應該實現應接、盡接 探視人員和服務人員 應該完全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種 以及加強免疫接種 有些事情是看到 都是要趨向一個強迫 某程度上 要去某些地方 你一定要接種疫苗 其實沒辦法 尤其是養老的地方 剛才我們說的 滾有所療養院、養老院、養老疫站的問題 老人家在內地 也是被某些地下司令的媒體誤導了 現在看到這個情況 其實真的不是十分樂觀 其實我很擔心 如果污衊疫苗的資訊 在內地瘋狂傳播的話 因為他們現在很聰明 他們現在不在大群組裡傳播 就是有一個號 然後就輯出了大紀院的新聞 或者那些謠言 截圖 然後在上面畫了一些東西 令到人們看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好像這是小道消息 值得信 從來這些令到別人 不會選擇去接種疫苗的資訊 我覺得傳這些東西的人都是很無良的 在內地很不幸 很無良的人是不少的 還有很多資訊源頭 最慘的是資訊源頭是來自香港的 香港很多 為什麼資訊源頭是來自香港的呢 就是他們那些針後人亡的那些 那些圖在內地其實都傳得很厲害 這個是很嚴重的 另外 講一下其他資訊 就是中國首個商業航天發射場 就在海南文昌開工 這個也是好東西 中國科學家團隊 就揭示新型H5N1 禽流感病毒進化全貌 這個其實 有機會我就會在正健康講一次 不過要有機會先 因為其實他的內文 有些科學性的東西是挺有趣的 有機會就在正健康跟大家講 要看看有沒有時間做 正健康這個節目 其實是很有趣的 研究這個病毒的科學家真的很厲害 令人很感嘆 根本是肉眼看不到東西 根本是怎麼研究的 其實他們有他們的方法 另外就是中國藍藍出訪隊伍裡面 有不少人在核酸檢測揚升 有不少人在核酸檢測 有不少人在核酸檢測 希望大家都要小心 出國的人 或者在國外住的蜂友 在海外地方住的蜂友 都要小心一點 我知道在海外地方 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你戴著口罩四圍藤 很異常 真的很異常 我自己戴著口罩四圍藤 都被人覺得很異常 尤其是去公園那些 我都戴著口罩 但希望大家都是謹慎為上 因為染了疫後的後果 沒有人能夠估計 所以大家都是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現在是 Omicron BA.4 BA.5 和 BA.2.1 和 BA.2.1 這幾隻東西 都是挺危險的 希望大家都是謹慎 有人說我很沉 因為之前跟真B.C.錄音的時候 我們也有說 疫情未完 要小心 事實是未完 而且在西方國家 疫情已經開始有反彈的趨勢 尤其是 Omicron BA.4 和 BA.5 他們誘發的重症 其實看起來比較多 傳播力也厲害了 還有就是 疫苗對 BA.4 和 BA.5 的效力 好像減低了一點 所以有些地方 已經在接種第二支加強針 即是接種第四支針 有些地方50歲以上 都接種第四支針 所以大家都是要小心 如果可以接種針 當然是盡量接種針 有些人跟我說 接種針沒有用 其實 我就不認為這種說法是合理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這個疫情 其實有些地方 就不太理會 感覺上 那些人口罩都不戴 但是其實 他們都是會看著死亡率 和重症率 就不是說完全不理會 但是 坦白說 如果你在從管理的角度去看 重症率和死亡率的話 只是一堆數字 但是當你自己有重症 或者自己死亡的時候 其實你身邊的人是很慘的 所以大家都是盡量小心 回到全國港水量預報圖 現在看到的情況就是 遼寧中東部 吉林中東部 黑龍江南部 廣西中東部 廣東西部 和東南部 這些地方是會有 大到暴雨的 香港看起來 今天也是會下雨的 另外 遼寧中東部 廣西東部 這些地區 就會有大暴雨 局部地區 會有特大暴雨 還會去到 哇 這個真是 有點害怕 就250至280毫米 剛才說廣西東部 和遼寧中東部 這些地方 有些地方是非常大雨 還有 在銀川以北的地方 還有羊沙的問題 即是有風沙的問題 大家都是小心 我知道有些網友住得很偏僻 其實他們是有聽我們的節目的 在那些地方工作 就要小心一點 另外 北京東奧會 標誌性場館 兵師帶 就會在 兩天之後 即是7月9日 正式對外開放 公眾 就可以近距離 接觸北京東奧會 最快的兵 值得去看的 如果在北京的網友都可以去看看 即是我覺得 我會參觀的那些奧運場館 之前我在北京都有去過 那些奧運場館那裡看 當然 有些地方 就維修得比較一般 但是 整體來說OK的 好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回來 我們來講其他話題 喔